大自然裡面有一種生物 那種生物很厲害 很凶狠 只要你在一滴血丟到海裡面去 方圓五公里裡面 大家都會瘋狂 都會瘋狂的撕咬 那個叫鯊魚 非常的凶對不對 可是我們從自然科學裡面 從生物學裡面知道 鯊魚的大腦 就算是大白鯊 只有黃豆這麼大 所以雖然凶狠 雖然嗅到血就會噴上去 但是他們就是 幾乎沒有腦袋 大腦 整個這麼大的鯊魚 大白鯊 他的腦袋只有黃豆這麼大 這就是國民黨的現況 就是聞到了 他們怎麼可能是鯊魚 你說最近的表現是不是 最近的表現就是 聞到一滴血 武功裡面都要噴過去了 但是他們都忘了 你們的大腦 就只有黃豆這麼大 所以他們就衝上去 那衝上去是為什麼 因為他們打到現在 他們不知道自己是什麼 不知道自己未來要幹嘛 所以現在只有一個方法 以為越唱衰 他們就可以撿到便宜 他們就有點像布袋戲 歐白龍骨一樣 所以就希望失敗 就是這樣子 所以包含下個禮拜 我們還有偉大的馬英九總統 台灣不安全座談會 國家不安全座談會 所以整個國民黨 現在真的出了大問題是什麼 他們找不到 怎麼去說服人民 重新支持你的力量 所以他們只想去複製一件事情 複製二零一八 因為你民進黨出了狀況 所以連一個韓國瑜都可以翻天 所以他每個人就是 雖然韓國瑜已經倒了 但是國民黨裡面有千千萬萬 類似韓國瑜 所以他們都要起來 所以他們現在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真正的問題 你倒是老百姓 現在最在乎一件什麼事嗎 台灣的疫情 到底控制得住 控制不住 台灣的中央和地方 過去那個半年來 讓我們那麼感動 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中央和地方 幾乎是那麼密切的合作 結果這些事情 因為你國民黨都捲入之後 變成了好像變政治攻防 變成藍綠鬥爭 其實大家現在有 對於葉彥博到底有怎麼樣 或是陳時中裡面 中間的調查報告 大家其實期待一件事情 就是像那個 整個賴副總統講的 希望揮到中央和地方 要非常合作 因為這個疫情到底會怎麼樣 沒人知道 不要忘了 一九一八的西班牙大流感 第一波一九一八 台灣沒事 一九二零年來了以後 台灣死掉四萬六千人 所以其實疫情 全世界都不知道 我們很希望我們這個防疫 體制是全民合作的 那結果你國民黨 要一直捲進來 你就造成大家 其實真正現在心裡浮動的是什麼 政治攻防 比疫情的防禦更重要 而國民黨這些人 只想來撿便宜 只想來串便宜 可是我就想你們無腦 因為你們這麼一年多來 從韓國瑜的崩檢 到了李梅珍的狀況 你們還搞不清楚嗎 還有包含馬英九 你是越是跟台灣人 你只是想要撿便宜 台灣人是看透的 一直在執著在政風 我覺得也是歪樓 這什麼打擊士氣 你就行政調查就好了嗎 你講的都是行政調查 不要用政風調 那就請調查局來查 不是啊 是不是有司法警察來查 是不是要這樣子 那不然誰來查 叫陣風 叫那個衛福部來查 你們說這個是 你們這個有主從關係 要第三番公正單位來查 陳其中是來刁難這個葉燕博的 所以你支持政風調查 那如果說找調查局來查 你們說憑什麼 現在還沒有進入到司法系統 那找政風 因為政風人員 他本他也有準司法的這個 他有準他不是正司法人員 但是他基本上他在法務部下面 而且他懂得法律 所以我不相信政風人員敢去做違法的事情 那所以我覺得今天去拿這個來扣帽子 對政風人員不公平 我們國內大概應該有三千多個政風人員 全部的各單位 那他們難道每天出去背後 都要被人家指指點點嗎 所以我覺得拿這個來做文章 國民黨是歪樓